首先請你看到你的講義 我現在要你跟著我一起畫重點 然後有一些關鍵字 Keyboard 你要直接把它寫上去 同源的定義 來請看到我們的觀念加友善定義 在一個平面上有兩個定點 F1 F2 把兩個定點F1跟F2畫起來 然後你知道這個F1跟F2 我們一般來講 把它稱為同源有什麼東西嗎 焦點寫上去 燒焦的人 焦點 好 那如果在平面上 注意喔 這個焦點是定點 那如果有一個重點P 滿足底下這兩個條件 這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呢 PF1加PF2等於一個定值 把它畫起來 有一個重點P 到這兩個焦點的距離和是一個定值 也就是他們的焦半徑和 加起來是一個定點的話 然後這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來 這個螢光比要刷一下 這個定值一定要大於 這兩個焦點之間的距離 首先 同學我先說明一下 兩個焦點之間的這個線段長度 我們把它稱為左緣的焦距 你寫在旁邊 F1 F2那個線段 我們稱為焦距 兩個焦點之間的那個距離 這個定值一旦大於這個焦距的長度 這個重點P所形成的軌距 我們把它稱之為火源 那為什麼呢 來小同學你可以抬頭看一下我的電腦 這個我用了一個簡單的電腦 我用了一個簡單的動畫 讓同學感受一下 然後你有看到黑板嗎 我有特別準備了一個學校 花了很多錢買的 這個叫做 我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應該 應該 我這個應該不會 我們等一下試試看 看他是不是可以畫出一個很標準的火源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電腦的部分 來同學請看這邊 哈囉 仔細聽 這個地方 你看我現在這個油標值 這個點 F1 F2 這個會火源的什麼點 這個叫做焦點 有一個重點P 這個P點到F1的距離 同學 動點到焦點的距離 這段長度叫做交換性 PF1加PF2呢 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搶強成 同學這是一條線 那這個F1 F2 你把它搶成是兩根釘子 釘在這個牆壁上 可以嗎 兩根釘子釘在牆壁上 那當你這條線的長度 比這個兩個釘子之間的距離 還要來的大的時候 我們現在拿一支筆 把這一根線 把它怎樣 把它用力的把它拉開 拉開之後 同學我現在把這個P點拉動 仔細看這邊 我現在把這個P點拉動 顯示P點的危機 PF1加PF2都是一個定值 來同學你感受一下 你看這個P點在動有沒有 它在動的過程裡面 這兩段加起來都是一個定值 好 那同學你感受一下 它畫出來的這個圖形 好爽喔 這樣很醜 它畫出來這個圖形 同學這個圖形叫什麼 叫做橢圓 你覺得這樣子有很醜嗎 什麼東西 好啦 我把這個P點火已經顯示 這樣可以嗎 不然我把它的那個焦點 稍微拉開一點 這樣你可能會感受會更明顯一點 來 同學你這樣喔 這樣子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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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顯示它的軌跡 來同學可以幫我看到 這個軌跡是不是就是一個橢圓 這個動點的軌跡就是一個橢圓 好 那請同學看到你的講義 我問同學一件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這兩段的長度和加起來 一定要大於焦距的長度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同學它會形成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兩邊之合一定會大於第三邊 聽到嗎 你被寫上去沒有關係 然後旁邊喔 要請同學寫一句話 來 這句話你寫在空白的地方 Raw Pf1 來 加上 Pf2 它不是一個定值嗎 那這個定值 如果剛好等於 來 焦距的長度 F1 F2 我們知道這個定值喔 只要比那個 焦距等來的大的時候 它拉出來的軌跡是一個過分 那現在問同學喔 如果這兩段的距離和加起來 剛好這個焦距的話 你覺得這個動點B所形成的軌跡會是什麼 直線喔 直線喔 直線不對喔 直線不會是一個線段喔 這個時候來著 這個P點它的軌跡喔 這個P點會落在哪一個線段 這兩個焦點F1、F2 所形成的這個線段上面 這個時候這個P點會形成這個線段 不信的話你看一下來 或許我把這個圖 我再秀一次給你看喔 好 好 你看這邊 我看這個極端的情況來 或許你看這個圖 如果今天這個Pf1加Pf2 是不是剛好等於F1、F2的長度 或許你告訴我這個P點一定在哪裡跑 一定在這個線段上少回跑去嗎 對不對 所以它形成了那個重點瑜伽的軌跡 顯然就是這個線段 F1的瑜伽這個線段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可以喔 OK 那我現在可以開始來玩這個投雲灰嗎 我好久沒有玩 我要實際操作 來看這邊 它這個是強力磁鐵 這個可以畫出很標準的火源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 焦點F1跟F2 下面這一顆是什麼 我們就不要打 好 這邊喔 那它要調整線的長度 對 調整線的長度 這個就是我現在手拿這個粉筆有沒有 這個就是斷臉P 歪歪歪的耶 P 什麼都歪歪 斜的 斜的 齒歪歪的喔 對啊 誰啊 還是我 還是我 要不要上去 你要不要站出來看一下 都沒有上過的 這樣 對對對 好 好 這個 這是P PF1加PF2 同學這是F1 F2 對不對 你看形的那個三角形一樣 邊支合比較大於第三邊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P點把它拉中 呃 好 卡住 好 來 沒關係 他不是很厲害 他不是很標準 他這不是專業的 他好多錢 這幾千塊 這幾萬塊 這幾萬塊 然後 然後 從這邊 從這邊 一下 然後 這應該是正品吧老師 是不是正品就花很多錢 還是看電話畫就好了 可以啊 三天要畫出來會是一個門標準上的 哪有標準啊 哪有標準啊 那不是這樣圓嗎 這不是圓吧 那很像檸檬 是不是 要圓不圓 那不是沒有像 老師我講句實話 線上會是不是畫比較標準 沒有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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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奇 這是很標準的 這是很標準的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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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欸 我現在要把它 不是 欸 什麼 這是標準的 好 來 那現在 哈囉哈囉 哈囉 好 同學你仔細聽喔 這個 這個 這支 剛剛我們就先看 好 他做了一支功課 還慢 來 看到你的獎勵 等一下我要用這個東西來講一些 講一些內容 來看一下你的獎勵喔 我們現在把這個定義法怎麼樣 把它做標化 那定義做標化 來同學你仔細聽喔 下面有一些重點 我要請你把它怎麼樣畫起來 好 第一個 兩定點 F1 F2 我們現在做標化以後呢 首先聽一件事情 F1叫做C0 F2叫做-C0 這個C是一個正數 這樣可以嗎 我旁邊有一個草圖給你看 那動點PSY 好 那接下來呢 看下一行 PF1加PF2 是一個定值 這個定值 我們令他可能有2A 來 你把2A挖一下 這個 有別人同學就問說 老師 為什麼要令他2A 那令他A就好了嗎 為什麼要令他叫2A 其實原因很簡單喔 你知道為什麼要令他叫2A 因為你令他叫2A之後 等一下你做出來那個方程式 才會比較好 就這樣 就是這樣 你如果令他感覺A也可以喔 可是你那個動名軌跡出來的那個方程式 就長得醜醜 A是什麼地方 A只是一個代號 好 那代什麼 代號來 代什麼 代什麼 誰叫代號代 不是 A只是一個代號 他表示那個定值的長度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好 那同學 你看一下喔 那個定值叫做2A A是一個正數 而且呢 2A大於2C 把它畫起來 所以在我們的定值裡面喔 同學這個A 會比C還要來得大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好 那接下來喔 他就開始證明對不對 這個證明我就不在黑板上寫喔 我已經幫你打好了 考試一般來說 我不會考這個證明 因為這個過程比較繁複一點 那你看一下他的證明的第一行 PF1加PF2兩個2A來畫起來 就從這邊開始 好 動點軌跡的觀念就從這邊開始 好 那你知道下一行再把它畫起來 距離合等個2A嘛 所以有兩個根號相加等個2A 可以嗎 然後接下來他就把其中一個根號把它移向之後 兩邊開始去做平方 平方之後一直整理一直整理一直整理 那個整理的過程是非常的辛苦 整理到倒數第二行 來 同學倒數第二行 拿出你的紅筆 我們發現喔 整理到後面會得到這個結果 A平方分是S平方 加上A平方-C平方分是Y平方等於E 把那個結果用紅筆把它框起來 來 我現在整理 好 你要跟著我一起做 對 倒數第二行 我現在在講倒數第二行 因為它中間就是一個推倒的過程 我們那個過程完全省略 就給同學自己看 好 那倒數第二行 同學你說 老師 那這個傢伙 它就是一個橢圓的方程式嗎 原則上這樣講沒有錯 可是同學他這樣寫其實還不夠好看 你有沒有注意到Y平方下面那個是誰 A平方-C平方 那這個A平方-C平方 其實在我們的認知裡面 A不是比C大嗎 所以A平方-C平方當然是一個正數 那這個正數我們就給它一個新的代號 來 請看到最後一行 我們就另了一個新的東西叫做D平方 來 畫一下D平方等於A平方-C平方 然後從此我們的桃圓 我聽不懂 哪裡聽不懂 你有在聽嗎 有 哪裡聽不懂 都聽不懂 你剛剛都沒有認知在聽 還好幾 來 先聽我講 它理不清楚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所以桃圓的標準是出來的 其實你聽到 A平方分是S平方 加B平方分是Y平方-B 它就是透過這個過程去把它推導出來 OK嗎 好 那現在請同學先看到我旁邊 幫你畫一個圖 來 這個圖 對不起 我的焦點的位置 Sorry 來,這是F2 來,這是F1 同學你跟我一起寫 這個F1叫做什麼? 這個F1叫做C0,對不對? 來,把它寫上面 C0 F2叫做-C0 可以嗎? 好,那現在我要問同學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不是已經知道 橢圓的方程式 當它的兩個焦點 一個叫F1,一個叫F2的時候 我們現在已經推出它的方程式會長這個樣子 來,A平方分是S平方 加上B平方分是Y平方 來,等於多少?等於P 這個叫做橢圓的標準式 那現在我要問同學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橢圓,等一下我一介紹 你知道橢圓有幾個領點嗎? 所以橢圓的領點有四個 是哪四個呢? 我們先把它標出來 同學這個叫做A 這個領點叫做A 那這個領點我們名它叫做A' 那上面這個領點我們名它叫做B 那下面這個領點名它叫做B' 那現在我要請同學思考一個問題 同學這四個領點的坐標是多少? 其實很簡單 我如果要求A跟A' 我只要領誰等於0就可以 我要取這兩個0的坐標號 領Y等於0對不對?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如果領Y等於0 我們把它帶入我們的這個標準式 你會發現來你的S平方會等於多少? S平方是會等於A平方 對不對? 所以你的A字就會等於正負A 可以嗎? 這個你應該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A點的坐標 來,寫上去喔 A點的坐標是誰? A點 A點 哪裡? D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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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葉那個名詞介紹等一下再講 好,這個A0 來,A不讓這一個點坐標 它就可以做A 可以嗎? 那接下來來這個問題喔 你要得到B跟B關的坐標很簡單 來,你誰等於0? 你X等於0嗎? X等於0 X等於0再進去你發現Y的平方 等於B平方 所以你的Y會等於多少? 正負B 對不對? Y等於正負B 同學B的坐標就很明顯 來V的坐標就是誰? 就是0B V V的坐標就是0多少? 2B 可以齁 好 那這一頁喔 同學我們這一頁在講什麼觀念 火源的方程是怎麼推路 對不對? 火源的軌跡是怎麼形成 好,我們有一個初步的一個想法 那接下來超學請換到隔壁業 隔壁業我們要開始來談喔 火源的要素 聽聽喔 好,翻到隔壁業 火源的要素來同學這裡 接下來我看一下 12345678 9個 好 我們每一個都一個一個來講 首先來同學 火源的領點 好,都可以在後面寫上去喔 火源的領點有幾個? 有四個 哪四個? A A brown 還有 B L B brown 可以嗎? 火源有四個領點 你可以 我右邊已經幫你畫好一個頭皮了耶 因為我知道你用頭皮 你用頭皮 所以我已經幫你畫好 你把這四個點喔 來 你把這四個點的坐標 趕快寫上去 好 火源有四個領點喔 呃 你有時候考試好耐力 有時候考試他會跟你講說 火源的兩個領點 好 那以前就覺得說考試 題目有時候為什麼會講說 火源的兩個領點 那那兩個領點到底是指 A A brown 還是B brown 我跟你說喔 火源是個領點 但有時候題目當他在講說 火源的兩個領點的時候 你知道他講的那兩個領點其實是指誰嗎? 他是指A跟A brown 這兩個比較尖的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來講不會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我現在就 那他就變成這樣就好了 沒有就是講尖尖的 你聽懂嗎?尖的 好 就是這個 好 我們現在講的是左右形的 之後會再介紹一種像上下形的火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如果題目出現 火源的兩個領點 它指的是比較尖的 尖的那兩個領點 這比較這個 OK嗎? 好 所以鐲圓的領點有四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焦點 那因為鐲圓的焦點是誰? F1 還有F2 可以嗎? 鐲圓有兩個焦點 有兩個焦點 好 那你在下面寫一下焦距是什麼? 焦距你知道嗎?就是F1、F2那個線段 可以嗎? 我注意一下 同學焦距 焦距就是兩個焦點之間的固定 F1、F2、線段的長度 好 那請問同學你知道嗎? 你看這是中心嘛 同學這一段是不是C 這一段長度是不是也是C 所以鐲圓你知道焦距其實是幾倍的C 你知道嗎? 它其實是兩倍的C 它其實是2C OK 這個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 凡是火圓它一定會有一個什麼東西? 對證中心 對證中心 對證中心是誰? 對證中心就是這個O 就是這個O點 然後寫上去對證中心 可以嗎? 欸 那我這邊要問一個問題 中心就中心為什麼要講對證中心? 來 你把對證中心 來 你把對證中心 我們其實已經有很多對證中心的概念了 我稍微的來說明一下 來旁邊寫個TB 欸 我請教同學喔 你學過的幾個圖形裡面 有哪一些幾個圖形 它是具備對證中心 圓 圓 正通形 正通形其實還不夠一般 講更一般的文化 平行 四邊形 你可以忍住 我們學過有對證中心的圖形 包括圓形 好 寫一下喔 還有包括我們現在學的這個火圓 圓跟火圓 圓跟火圓 來 還有什麼形呢? 平行四邊形 好 等等 這些都是具有可問的對證中心 那我這邊講一件事情 圓跟橢圓的中心 那個中心是誰 我相信你很清楚 我現在這裡畫一個平行四邊形 好 那我要請教同學 你知道平行四邊形的對稱中心在什麼位置嗎? 對角線 沒錯 在它對角線的焦點上 好 你把兩個對角線把它畫出來 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的焦點 稱為它的對稱中心 那為什麼要對稱中心 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 譬如說來這邊你看這邊 你看喔 如果這裡有一條線 通過這個對稱中心的話 你告訴我 這個點跟這個點 它的中點一定剛好是這個中心 它的中點一定剛好是它 那這個對稱中心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性質 所以你知道有什麼性質嗎? 性不性質 我告訴你們 通過對稱中心的直線 一定會把這個圖形的面積 你把它怎麼樣平分 這句話把它寫上去 通過對稱中心的直線 一定會把這個圖形平分 這有說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觀念 在解題的時候 你要寫嗎? 寫一下好 來這邊你就寫通過 我記得這個觀念已經 請高一好像沒講過 對稱中心的直線 對稱中心的直線 來 會將它的面積 平分 分成一半耶 可以嗎? 會將面積平分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種考題嗎? 你知道會有什麼考題嗎? 隨便設計一個考題 給你一個橢圓的方程式 然後譬如說外面隨便給你一個點 隨便假設這個點 叫做A點 不要叫A點 叫什麼 好 隨便點 叫5、6 然後 要你找一條直線 把這個橢圓的面積分成一半 那很簡單 找它的中心 然後跟這個點怎麼樣 連起來 那一條直線就知道 你聽到我的音樂 這個就是對稱中心的一個效果 這我們以前高一有講過 好 所以橢圓 現在你可以接受 橢圓有對稱中心 好 它有對稱中心 那接下來來介紹一下 橢圓它有兩個對稱中 好 那同學橢圓的對稱頭是誰 你知道嗎? 猜接頭嗎? 這一個 我們現在橢圓還沒有做平移 而且我現在只講左右形的橢圓 之後我會講上下級的 你現在看我黑板上面的橢圓 它的對稱軸有幾條 是不是兩條 AA'這條直線 還有哪一條 BB'這條直線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對稱軸兩條 來寫上去 AA'這條直線 是它的對稱軸 還有哪一條 BB' BB' 這個也是它的對稱軸 好 所以用對稱軸 同學有兩個 那接下來 有兩個小小的名稱 這兩個名稱 一定要為同學做個仔細的說明 好 這邊 我是不是打字 我會打什麼 長軸 然後下面這一個是什麼 廣軸廠 來 大學出門那邊喔 注意喔 欸 多學 長軸廠 你知道他簡稱叫什麼 長軸廠 簡稱叫長軸 來 這兩個是你們的問題 同學 短軸廠 簡稱叫什麼 叫短軸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 很多學生會有的一個誤解 同學 我告訴你 我原有長軸跟短軸 但是請注意 所謂的長軸跟短軸指的是直線還是線段 你要注意喔 是直線還是線段 其實長軸跟短軸指的是線段 是哪一個線段 你知道 這個比較長的這個叫長軸 比較短的這個叫短軸 所以所謂的長軸指的是誰 AA'這個線段 來 寫上去 AA'這個線段叫做長軸 那B'這個線段叫做短軸 可以嗎 長軸它不是線 它是一個線段 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 好 那接下來 而且你應該知道 AA'看這個 AA'同學這段長度是誰 我們把它的那個動靈軌跡啊 這個標準指求出來之後 你從這個地方就開始得到它的一些特徵嘛 你從這邊來看來 你看喔 這個長軸長是項A 是不是2A 對不對 那這個短軸長是不是幾A 2A 好 你要開始去記它的一些結果 這樣 OK嗎 行不行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地方 是 是 對稱中心是什麼 等一下 對稱中心是什麼 什麼東西 對稱中心 對啊 什麼 那是什麼意思 你是說對稱中心是什麼意思 還是對稱中心是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譬如說 好 這個O點 它是這個橢圓的對稱中心 那我現在畫一條線 通過這個對稱中心對不對 這邊不是有的點嗎 這邊不是有的點嗎 那這兩點的終點就是它 所以它就稱為橢圓的對稱中心 聽懂嗎 這個圖形它是有對稱中心的 而且同學你要注意喔 這個像面積平分的這個結果 它必須是一個封閉的曲線 它是一個封閉的曲線 好 再來同學請看這邊 這個關係前面給它三個張 來啦 我這個東西也很重要 這個初學者 一定要把這個ABC的關係搞清楚 如果你知道ABC的關係其實在你的前提頁 前提頁的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我剛才有教你發覺在哪個地方 你幹嘛請你去看 第一眼 ABC的關係 你有沒有看到剛才的那個證明的最後一行 我們有另一個什麼東西 B平方等個A平方-C平方 那個就是ABC的關係 可是學生喔 我告訴你喔 那個ABC的關係之後雙曲線也會有另外一個ABC的關係 學生在這邊也不會記錯 那我現在教同學怎麼去記這個東西 來同學你起記B 好 來 然後出你的筆喔 來同學這段長度是A 來你把它放出來 這一段 我現在用紅筆畫B 來 這一段長度是A 可以嗎 好 這一段長度是A 然後 我現在用藍色的粉底來畫 來 我覺得這一段長度 這一段長度是誰 這一段長度是A 好 那請問同學C在哪裡 C當然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長度是C對不對 那從這個圖形裡面喔 我建議同學你這樣去想 來同學我錄你一件事情 你用這個圖形去看我問你A的B是誰呢 A比較大 對啦 你同一個看好 這個A其實是長久的一半對不對 那同學問你 A跟C來比誰比較大 也是A比較大 所以你從圖形去想喔 你應該會很容易接受 ABC同學誰最大 A最大 那既然是A最大的話 我告訴你 你這個ABC的關係 就很容易記起來 當然就是A平方會短就好 B平方再加C平方 來你把他寫上去 以前我們是這樣記的 我是這樣記啦 因為有些同學他會怎麼樣 他記這個東西他很容易記錯 有沒有他會記成B平方 等於A平方加C平方 這是有可能的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那